好像这个当你会了之后 你就那个那个久度就比较容易就容易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这首歌你们学的时候 其实同学啊 你当然有兴趣你当然可以慢慢学 但是呢你如果说是 你只要学一个九度就好 就是左手啊 今天 九度这样子 学个左手 九度这样 就是左手 所谓九度 每次九度是以这个根音为主 几度几度是根音为主 这样上去 这个叫九度 比如说我们C好了 C和弦大家看得懂 C C叫一度两度三度四度五度六度七度八度 然后上面这个就九度 十度十一十二十三度 这样算 那九度就在这边 那叫C和弦大家看得懂 那这首歌因为是Gマナ调 不是F调 G和弦就对了 Gマナ和弦 然后九度 C加弦 九度 那右手呢也是一样的 右手是这样的 九度这样的 很好听的哦 本来Gマナ这样子 上来就九度这样子 这样很好听的 很好听哦 然后同样C和弦好了 C和弦大家看得懂 C和弦的九度在这边 那你假如说 你只要练个这样子 左手 右手跟左手一起下 那左手怎么弹的这样 那这种叫什么 它也是New Age的一种 New Age以后我会慢慢教 我今天只教一个So-So嘛 所以节奏哦 节奏很重要 像今天新同学就这样 Do-So-Do-So-Do-So 那这个叫做New Age 那你假如说好了 用这 这叫New Age 另外一种style 那它如果严格讲 它应该把它放在这个 Slow-So里面去 我不讲节奏有八七种 学会的话 这个严格讲 应该把它归类在 Slow-So里面 那大家再看一下 今天教你们是 开始 对不对 那这个Your Age算是变化了 所以你先把这个弹好 Dou-So Oui Dou-So 因为一直练这个就好了 弹得很熟,以后再变化 那今天这个假Gm基本 就这样练,很好很简单 那你当然有兴趣就慢慢K吧 基本拍要先顾好 那同学说的,老师我这手没那么大,对不对 那没关系,这下去之后,这移过来 这样子 这都可以自己去调试一下 或是硬邦邦的,非要撑在那边 那我这边稍微... 那是电子琴的声音没有钢琴 不一定喔 电子琴,当然是钢琴,钢琴有它的价值啊 电子琴也是有电子琴的价值